现在情形好像有点变化 我听了不少信息 你 魔鬼 地狱 念佛往生的都不少 反而人不相信了 人念佛 最后都念到鬼道去了 念到地狱里去了 是怎么回事去 生命三倍往生之因 这个佛在经上 讲得很清楚 三倍往生 往生真因 这两篇为我们说清楚 说明白了 光是九界凡身之重 这个法门大 太大了 他有能力摄受九法界的众生 九法界 上面三个是菩萨 圆角 身文 我们称他做圣人 小圣 菩萨是大圣 圣文元就是小圣 六道里面都是凡夫 要繁重 要繁重 念佛 往生净土 去做佛 人人 都有份 贵神 也有份 天人 也有份 神文 神文元 圣文元教 菩萨 也有份 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这个福报 缘分 你能遇到 遇到了 你相信 你就发愿往生 那就成了 那么照理说 应该是菩萨 阿罗汉 比我们容易 为什么经上书 设法界王孙 是以人间为最方便 这是什么原因 42章经里 有个比喻 富贵舌道难 富贵人享福 把学佛这个事情 忘掉了 收获了 贫穷学到也难 他生活太苦了 三餐饭 他都捞不住吃 他忙着生活 没时间来学佛 而人道呢 不算很富足 但是也不是轻贫 小康之家 容易就 容易修行 方便在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能体会到了 天人生活比我们好 或宝大 那三餐饭呢 他哭了 现在情形好像有的变化 我听了不少信息 年 魔鬼 地狱 念佛往生的都不少 反而人不相信 人念佛 最后都念到鬼道去了 念到地狱里去了 这怎么会死去 这一段事情 注意 要是看看 慈云灌顶发色的 大师之元通章的苏超 大师之元通章 很短了 两本 四十四个字 他那个注决 这么后一本 我看的是现状书 那么后一本 末后的一页 我当时看的时候就看不懂 他讲念佛人 一百种果报 第一句呢 就是念佛人多阿比地狱 多恶鬼 多畜生 我看了非常疑惑 我拿到这个本子 去问老师 李宾南老师 我跟他学经教 我说老师 念佛是好事 念佛怎么会堕地狱 老师一看 这是大问题 这问题重要 我不给你一个人说 讲经的时候 我来给大家 讲解这个道理 真的 你用什么心念佛 你念佛 没有断贪嗔痴 贪嗔痴 慢语 叫五毒 你用这个五毒的心念佛 还是得 所以不能不懂 因果 那佛有没有白念 佛没有白念 阿赖也 是中了佛的种子 你造作的罪业 先受忘 等你地狱出来之后 那不知道到哪一世 又遇到人生 再遇到佛法 遇到净土 你继续再修 所以只能说 阿赖也 这个诗里头 种一个念佛的种子 这个种子 永远不坏 后来一定会起作用 这个利益也很殊胜 可是 六道轮回里头 你还要吃尽苦头 所以念佛 要用菩提心去念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 慈悲 你用这个心去念 完全相应 真的是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佛